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春雨的設計師張巧慧 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 因為其實一般 我們在客戶族群當中 其實會購買30瓶左右的 客戶族群 其實是比較占大部分 在這樣的瓶束的一個空間裡面 其實大部分的客戶群 都會希望說在一進門的地方 然後希望空間會有一個 小小玄關的樣式 或者是說這個空間上 如果一打開大門的時候 我不希望說我一眼就看透 整個客廳或整個家 像這種情形 其實你可以就利用 屏風的方式去做一個 簡單的區隔 甚至就是把屏風跟鞋櫃的方式 做一個結合 然後也可以讓 就是擋一些 譬如說人家所謂的穿堂煞 其實這種方式的一個做法 就可以當作一個玄關的一個營造 那再來呢 因為30瓶的空間 其實它會卡在 就是它可能是不是很大 但也不是很小 那其實在顏色的選擇使用上呢 其實你可以搭配一些淺色的木皮 然後再加上烤漆的白色呢 可以讓整個空間營造出來比較明亮 那像天花板的部分呢 如果你本身比較喜歡間接照明 這種打側光的方式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營用在 譬如說公用空間 客廳或餐廳的部分 然後呢 你可以搭配一盞你的 比如說你喜歡水晶吊燈的話 你可以搭配一盞吊燈 那如果說你不喜歡吊燈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用的比較簡單 比如說我們一般的砍燈啊 或者是簡單的頭色燈呢 來做兩者燈光的一個搭配 比如說廚房的地方啊 你就可以利用一些採光的部分 因為看你的廚房是開放 還是半開放式 那它其實跟餐廳的連結上呢 你都可以在色系上去做一點點的搭配 那房間的部分呢 因為30坪的房子呢 其實它房間大部分都是單房 或者是兩房加一房的這種空間 那在臥房的部分呢 其實它坪數上是有限制的 大部分可能大概有時候兩坪三坪 最大不過到四坪 那其實像這樣的空間 如果你想要再呈現更衣間的話 其實這種空間是不太可能 那相對你就會有一個疑問說 那我的收納應該怎麼辦 其實在衣櫃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衣櫃的深度 我們平常可能是60 65 你可以稍微做大一點 比如說做68或70 讓它增加它的深度 那高度的部分呢 就可以建議您做到頂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增加衣物的收納量 以及一些儲物的空間 那如果說你的空間上 還有一些地方 你就可以另外再置放一些 比較高的收納櫃 或者是說做一些五斗櫃啊 化妝台來增加其他的收納量 那以上呢 就是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你在30坪的裝潢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到一些 小地方的一個小技巧 謝謝